原标题,日本自卫队维安被检阅准备了半年因台风宣布终止海外往10月30日电净日强台风侵袭日本,第22号台风影响关东地区致使东京整日大雨,原定于10月29日举行的日本自卫队检阅是遭到台风捣乱图为日本自卫队检阅资料图源标题, 日本自卫队维安被检阅准备了半年因台风宣布终止海外往10月30日电净日强台风侵袭日本,第22号台风影响关东地区致使东京整日大雨,原定于10月29日举行的日本自卫队检阅是遭到台风捣乱被迫宣布终止据日本新闻网消息, 日本防卫省消息称,原定在日本航空自卫队辞城县百里基地举行的自卫队检阅是因为天气的原因而终止据悉,自卫队检阅是由海、陆、空自卫队每年轮流主办,今年轮到航空自卫队为了办好这一次的检阅是,航空自卫队准备了半年,计划有860名自卫队员, 80架战机和25辆各式战车参加检阅和实弹演习表演按照原本计划,安倍将检阅部队并发表训词此外,日本横滨也受到强风和大雨的袭击, 一年一度的横滨马拉松赛临时宣布取消横滨马拉松赛是日本主要的国际马拉松赛之一,全程为10公里,今年有28000人参与组委会称, 为了安全起见不得不决定终止这次的马拉松赛聚了解,2016年10月23日, 由日本陆上自卫队主办的自卫队年度阅兵室于在位于东京以北的奇遇县招侠训练场举行以陆上自卫队为主的约4000名自卫队员, 时势坦克等约270辆装甲战车和F-15战斗机,P-34反潜机等约50架飞机接受检阅, 驻日美军派出MV-22型鱼音运输机到场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防卫大臣道田彭美等出席了阅兵式,海外网珠惠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